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到了我们半年一度的彩妆品 用光光还有见底的大集合 那我马上就从用光的彩妆品先开始 首先是这个Yves Saint Laurent的Douche Eclat 名彩笔 我的这个色号是2号 它的容量是2.5毫升 那这支笔我大概集中用了半年左右吧 主要呢是拿来遮这个黑眼圈 我有一段时间呢 日常的底妆就是直接用它点在脸上的一些瑕刺味 然后呢再用一个粉饼 然后刷在全脸做底妆就可以了 那它这款的优点呢是比较滋润 颜色也比较亮 但是呢缺点就是遮瑕度不是特别的够 另外就是持久性也比较一般 那现在开架有很多物美价廉 就是比它性价比更高的遮瑕 所以我短期内应该都不会回购了 然后呢我有一些妆前乳的小样 首先是两个Paul and Jo的 Protecting Foundation Primer 色号是01 它其实就是一个肤色的妆前打底 还有两个呢是这个RMK的 叫做Creamy Polish的Base 色号是EX01 那它这个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粉色的 我一般平时底妆的话呢 因为我用的防晒已经有控油还有均匀肤色的功效 所以我很少会专门再用一个Primer 那这几袋小样呢我都是放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我平时中午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脱妆啊或者一些比如像眼部产品的熨染啦 我就会用这个然后用棉棒沾取之后呢清理一下眼下 或者是拍在一些皮肤觉得有一点干的地方或者脱妆的地方 之后呢我在上面再补一层遮瑕或者是再上一点点粉就可以了 那再然后呢是这个JS Tuart的腮红 它这个是旧版的10号叫Sweet Biscuit 它这盘腮红呢有足足的8克超级耐用的 我这盘之前在用剑底以后碎掉 然后我重新压盘以后我还盯着用它差不多半年才把它用完 那JS Tuart的包装呢也是非常的公主风啦 bling bling的也是一个曾经的网红吧 现在我感觉有一些后起之秀 所以并没有它刚刚上市的时候那么的惊艳 但是从粉质上来说呢 我觉得旧版的腮红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这个本来它是四个颜色嘛 其中有两个颜色是有一点提亮的功效 还有一个是腮红 还有一个可以做修容 日常鞋带非常的方便 第二呢我后来把它混在一起用呢 颜色也非常的日常 就是那种带有一点点光泽的珊瑚色 这种颜色就什么样的妆容都能搭配嘛 而且呢它还非常的持久 我一般通勤日的话 带妆常常是超过十个小时的 这个腮红基本上是不掉 晚上回来还好好的 再然后呢是一个植村秀的单色腮红 色号应该是IR860 它其实就是一个TOP色啦 我去年一直到用完它之前 主要都是拿它来画笔影的 还有时候画阴影来用 虽然它有一点点的光泽 但是刷在脸上其实看不出来什么 年初的时候我就把它用完了 那然后呢有两支眼线笔 这一支呢是Urban Decay的一个蓝黑色的眼线笔 色号是Ink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它这个笔心 因为这底下的部分都是悬空的 所以削到这个位置之后它就断掉了 然后没有办法再用了 Urban Decay的眼线笔呢 我用下来感觉它的质地还是不错的 就是它画上眼皮之后呢 比较持久 你给它一点时间set 它基本上是不会晕染的 缺点呢一个就是我选的这个颜色 有一点点偏黑了 就是看不出什么蓝色 第二呢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旋转式的眼线笔 这样不用削嘛 像这种的话就用两三次它那个头就凸了 你就必须要削它 就有点麻烦那这一支呢是日本的那 Crayable Day 法尔塞玫瑰的眼线胶笔 那它这个头呢就是旋转出来的 而且它因为笔心特别的细 所以只能悬出不能悬落 就防止它断嘛 那这一支呢算是我心目中 perfect的一个眼线产品 它这个是眼线胶笔嘛 它的质地就比较软 而且画好以后基本上也不会晕染 而且因为它笔头特别细嘛 所以也是能够描绘出比较精准的眼线 如果说它有一个缺陷呢就是 因为它这个只能悬出不能悬入 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还剩多少产品在里面 所以就是好像会突然死亡 就有一天就突然就再也赚不出来了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现在在香港不太容易看到 这个牌子的眼线胶笔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它停产了呢 还是香港没有引进 所以我可能就需要换一换其他的产品来用 但是如果能买到的话 我觉得这个牌子的眼线胶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再来呢是Kiss Me的这个浓密卷枪 防水睫毛膏 大概也是能用半年左右吧 我觉得这个睫毛膏呢 也还是不错的 就是它有浓密的效果 卷翘的效果也能有一点 线长也是有一点的 我觉得它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 我不太喜欢它这个刷头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刷的时候 它会比较容易碰到眼皮 我可能比较起来会更喜欢 这种形状的刷头 就是有一点点弯 然后它前后是比较平均的这种大小 我这个是Kiss Me仙长版的防水睫毛膏 我另外一个比较喜欢的 Fast Show的那个黑色的仙长款 也是上这样的刷头 那下面呢是一些旧铁皮的进展 首先呢是这个自组的盒子 其中间底的四格呢 都是美宝莲的同一个眼影盘 那这三个颜色呢 因为我今年在做那个Panset Palette嘛 所以就没怎么用 唯一只有这个颜色 这是一个金闪的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 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用它 后来呢有一天我就忽然想到 可以拿它来做眼头的打亮 还有这个面部的这个高光 我大概有集中用了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吧 那还剩这么多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把它用完了 第二个呢是这个Uber Decay的眼线笔 它的色号是Apate 就是一个像这样的墨绿色 这支我今年上半年 其实还用了挺多次的 我争取下半年的时候把它用完 然后呢有这个Makeup Reolution的一个粉饼 色号是Porsaline 我刚才说了 我有一段时间呢是用遮瑕重点 遮瑕之后呢 然后就直接上这个粉饼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遮瑕度 而且它也不会太干 我觉得拿来做就是粉状的底妆 还是可以的 那这一盘呢 我已经重新压盘以后 然后又用成这样了 这个我相信应该很快也能用完了 然后呢是这个娇蓝的流星粉饼 那跟去年底比起来呢 我有用掉一些的 但是进展不明显 因为我上半年主要在用那个 Makeup Reolution的粉饼嘛 所以就没有怎么用它 其实我觉得这个拿来定那个眼下的遮瑕呀 或者是提亮就是面部梯子位呀 还有下巴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用 那我争取今年在年底之前可以把它用完 然后一支Max Factor的唇膏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有把它拿出来 说是快要用完 然后我今年上半年呢 可以说我的工作日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用它的 而且我只要用它呢 我一定是会中午吃过饭补擦它 我今天也是用的这个颜色 但是呢我感觉这半年来的进展真的不太明显 我觉得真的超级耐用的 我本来觉得我今年是肯定可以用完的了 但我现在不是特别的确定 那除非就是我下半年天天都盯着它用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我们拭目以待吧 年底的时候能不能进入空瓶系列 那再来呢是新出现的铁皮 这个MUJI的遮瑕棒 还剩这么多 我已经全部赚出来了 这个遮瑕呢 我对它的感觉比较矛盾 一方面呢 我觉得它是比较干的质地 那拿来遮痘痘啊什么就比较合适 我觉得它的遮瑕度还可以 但是持久度又不太够 那遮眼下呢也不是特别的好 我今天也用它遮了眼下 我就觉得如果是以评价的遮瑕来说呢 它还是用得过的 但是你想要追求那种比较好的遮瑕度啊 又比较滋润啊 然后不会斑驳啦 我觉得这个未必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 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放在办公室里中午拿来补妆 在一些脱妆的瑕疵部位那里稍微补一补 然后用手指晕开 我觉得它戴妆五六个小时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到最后呢我有两个清理掉的产品 一个呢是这个Mac的Zoom Lush 这个睫毛膏的小样 这个我完全没有办法用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刷头的颗粒就能感受到 实在是太粗了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刷睫毛 因为随便刷在哪里 它都是一坨一坨的 就更不要说是有什么效果了 我就觉得只要一刷我的睫毛就全粘在一起了 然后什么效果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我可能就用了两三次以后 实在忍无可忍 再来呢是这个 品名都已经看不见的 这个是LORAC的Behind Scene 眼部打底 首先这个包装就不用说了 我的频道里面已经多次吐槽了 你看它这个盖子已经残成这样了 然后字也没有了 其实我用它也就一年左右吧 可能还没有 然后你看它这个挤出来的口这里 就碰到一点点的空气 它就会马上变得就会变干 然后就把那个出口给堵塞住 然后它这个打底呢 没有任何的润色效果 它就是一个最最简单的打底 如果我是日常化妆 我觉得用粉底液或者遮瑕膏 完全可以做到一个眼部打底的效果 根本就不需要有一个没有颜色的眼部打底 来增加我日常上班的时候化妆的这个步骤或者是时间 那如果说我需要画一个比较精致的妆容呢 我又有那个MAC的Pen Pot可以用嘛 那个我觉得还是真的非常好用 又有遮瑕效果 而且也有那个眼部打底的作用 所以像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完全没有什么作用 最多最多可能就是 我可能试色的时候拿它来打一下底 但我又觉得打了底之后再试色 其实未必能够还原这个产品本身的显色度 所以我也基本上不会再用打底之后再来试色 所以这款产品我也要跟它say bye bye了 那2017年上半年的彩妆用光光和见底呢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